欢迎来到老堂讲象棋 本局选择王铁锤的挑战城市大业的一盘销 王铁锤的目前是象棋的第一网 抖音上好像有1000多万粉丝 经营头条上也有了100多万 非常的多 第寻传还要多 那这盘棋的话 它是号称的有多少棋友能够看得懂 那么就接下来看一下王铁锤 这个旗有什么深奥之处 黄黄的王铁锤炮平武 黑旗平炮 双方走向顺手炮 黄黄挑马 大爷的就是挑马 王铁锤出鞠 黑旗出鞠 黄黄的王铁锤禁锯 这个禁锯的话 其实在古朴当中 还是比较多的 现在普雷就几乎就很少见了 具体原因的就是因为 经这个锯的话 影响了其他的出子速度 所以就被淘汰掉了 黑旗品锯 黄蜂的吃兵 黑旗的跳鳖马 其实这里也可以跳正马 黄蜂跳正马 黑旗进局 下手期要吃兵 吃兵抓马了 黄蜂的上中兵 严格上来说 这个上中兵的应该是不对的 这里 这里最好的 旗人们下棋的是 最好走个炮瓶是 因为他吃兵的话 就把象棋进入的这样连起来 基本上没什么大事 再或者是象棋进就 如果他吃兵就 居酒的平气 这么去走呢 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接着看 那兵无禁异的话呢 又有一个什么毛病呢 那这里黑蜂的会吃过来 黄蜂的跳马 延和黑旗的进化打马 这里双方形成一个交换 那王铁锤就把对方的马给吃掉了 那黑旗就把他马给打了 双方的进行一个交换 那交换的结果 我们要下棋要许被刑事判断 这个结果的话 大概是双方相当吧 应该横蜂也没捞到什么便宜 也要黑旗出局 这是正常的则法 横蜂的进局宝炮 这样宝是正确的 千万不可以居久平八宝 如果居久平八宝的话呢 就被牵制住了 这个大爷的就打过来 王铁锤就推炮 首先呢 我们要看懂了 这个王铁锤这个推炮 我不知道有多少汽油能够看得懂 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其实这个推炮的话呢 如果是跟其他的人下的话 我觉得还挺有效果了 因为我以前在其他也下过很多汽油 他们的水平的普遍都很高 基本上让个马 我还是有八成的胜利吧 那推这个炮呢 其实它是想的黑风抽僵了 是要反架 那这样洪风它是有一个杀旗的 但因为一般人的话 如果水平太幼了吧 可能就看不出来 这里的黑旗的折法呢 其实简单了 直接把它中炮敲掉 啥事都没有了 结果呢 这个不懂其他大也了 他可能是一六吧 这水平左右 这么车一江 那这车一江的话呢 就上当色片了 那红旗的就平炮过来 那你把它去吃的没用了 然后那洪风的就干嘛呢 这一江 这一江的话 黑旗只能够 补箱或者是补试 但是不管你补哪一个 他都是打中兵一江 只能出来 等你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距离再一江 这样就输起了 其实这盘旗最关键的一步起 就是那个 刚才抽江那个位置 应该炮打到中炮 啥事都没有了 好 这盘旗的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 喜欢象棋的旗友 可以帮忙点赞关注 在此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